为了支持社区医疗照顾 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及巴硕博达马州议员吴嘉良 在过去两年共联合拨款8万令吉 与南霹雳圣约翰救伤机构 协助该机构应付日常开销 并于室内设立一所收费低廉的物理治疗中心 造福夏霹雳一带有需要的病患及民众 尼可敏及吴嘉良率领火箭团队 一同巡视该机构中心后 向随行媒体指出 去年安顺火箭团队拨出3万令吉充当该中心的经费 今年再拨5万令吉 其中的3万令吉将作为该中心添购器材 设置中心的装修费用等 另外2万令吉则是用以津贴 首500名到该中心进行第一次治疗的民众的看诊费用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在第一次造访时减轻负担 物理治疗对于舒缓病患身体肌肉 关节不适等非常关键 也可以协助手术后的病患尽快恢复身体状况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强化肌肉 锻炼协调与平衡等 对于病患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治疗 但因为医疗费用及醒觉不高等因素 而令其重要性常常受到民众忽视 吴家良表示 在安顺的私立医院、诊所、中心等进行物理治疗一次的费用 大约是80令吉至100令吉左右 对于贫困家庭实为一项负担 他希望透过这所物理治疗中心的成立 可以提供一些民众多一项选择 让他们可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照顾与治疗 吴家良说 根据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汇报 这所物理治疗中心将会在今年秒开始运作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八十至下午五十都会对外公开 而星期六则是开放至下午一时 因此 他呼吁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尽早到该中心去进行预约和治疗 吴家良指出 在落实各种计划与措施时 团结政府都积极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 以避免躲在冷气房里闭门造车 并对长期在社会上提供援助 积极送暖的组织给予认可 并寻求合适的方式合作 让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互相配合 带来最大化的效果 有鉴于此 吴家良强调 安顺火箭团队会持续敞开门户 随时接受并聆听来自社会各造的建议与良策 并做好准备为有需要且办事效率高 执行力强 透明度高的组织配合 以达到共存 共好 共赢的局面 让社会大众收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